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长 不想规划农业发展 完善农村制度 光知道霸占土地 贪污财产 借着职务之变 给子女放假证 搞性别对立 隐藏资产 学位造假 这眼瞅着是武则天守寡 失去理智了 受其压的农民一次次上诉 一次次没有结果 印度的官场 老太太过马路 不服都不解 大小官员勾勾搭搭 下边农民休想掀起什么波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官场能勾结 农民怎么就不能联合呢 前两年莫迪搞农改 想把三步当成一步走 直接扯着大挂了 数以万计的农民 走上了首都街头 举行抗议活动 人多就是力量大 总理也得让步 这回就得让你们知道知道 农业国家前面这俩字 咋写的 那么换不得说 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印度的官员们 来自西洛德的五个农民 和一个社会活动家 给印度中央调查局 提交了一份 长达1400页的超长诉状 指控国家农业部长 阿卜多勒萨塔尔的亲戚和朋友 非法捋夺他人的土地 还要求调查他的全部资产 这位部长的亲朋好友 不是把人家的祖传土地 给侵占了 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 该办公室 和农民一起提出 送送的社会活动家 马赫什沙卡佩利表示 过去的二十几年里 萨塔尔那是贪得无厌 贪行不足 贪污腐化 奚落得大片的土地 都被他给侵占了 当地农民多次向当局投诉 得不到回应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观光项户吧 受到指控的萨塔尔 宣称这起案件 是同僚无限自己的 他们眼红自己 在州政府有部长职位 说起这个萨塔尔 他的污点 是密集恐惧政见的 都害怕老多了 之前他是 马赫拉斯特拉邦 维卡斯阿加迪政府的 国务部长 八月份的时候 马赫拉斯特拉邦 考试委员会 取消了七八百八八名 考生参加教师资格测试的资格 原因是有人 涉嫌篡改成绩 比较有意思的是 萨塔尔的四个孩子 也参加了这场考试 而萨塔尔本人手底下 又控制着 非常多的教育机构 往年的考试 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正好在萨塔尔担任部长 且他的子女 也参加考试的这一年 出现了这种丑闻 耐人寻味 考试委员会 在八月三号发布通知称 萨塔尔的三个女儿 和一个儿子 涉嫌购买假证书 萨塔尔表示 这是诽谤啊 我不会承认的 但是最先显示 他两个在小学任教的女儿 八月份工资 已经被冻结了 要是身份没有正义 人家冻结你工资 干啥呀 熟是熟非 很明确的 办假事的事 还没过去呢 萨塔尔又一次冲上了热搜 这次是因为 他自己隐藏资产 还伪造学位 老熟人了 还是上面的社会红农家 马赫什 山卡贝利 指控他资产估制异常 他早在2020年 就向法院提出过指控署 但是法院表面上 笑眯眯 让他回去等候去 背地里敷衍了事 还跟萨塔尔打出小报告 妙小妖凤娜 吃钱忘不躲 各种官员勾连叛复 哪是一纸诉状就能扳倒 等等 11月份 萨塔尔对国民单会党领导人 和议员苏普利亚 苏莱发表了一些不太友好的话 大概就是性别对立 侮辱女性 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12月份 因为土地粉配不到 萨塔尔又陷入了整议 他把瓦西姆区一块 37.19英亩 价值15亿卢比的牧场 他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 但是印度最高法院 在2011年的一项裁决中 明确表示 牧场不能给私人使用 这种明目张胆 藐视法律的行为 再一次引起了众动 反对派要求萨塔尔 限期辞职 12月底 土地粉配的事 还讨论了热火朝天 萨塔尔就又又又一次 出现在了新闻里 这次是因为他滥用权力 筹集资金 还偏袒特定的农业部承包商 这个特定承包商名额 就是价格者得了 归结起来 还是一个贪字 知道的是国家干部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娱乐圈明星的 上新闻这个频道 回回没好事 不是谈就是混 关键是爆出来 这么多负面新闻 没有一个对萨塔尔 有实质性打击的 都是打个哈哈 混水摸鱼就过去了 这家伙不仅没被辞职 还一路高盛 从榜部长 做到了国家部长 现在萨塔尔 把目光顶在了 农民和土地上 这该说不说 历史上的农民 武德那是相当充沛的 足足备备 也就守着那点土地过日子 真是把人家命根子抢走了 也没你啥好果子吃 一路农民 本来生存环境就不太好 前一阵 莫迪弄了个农业改革 三部法案一出台 直接把农民的谋生空间 压缩了一大半 2020年9月 他为了缓解财政负担 建立了一个囊括农民 和收购者的自由市场 莫迪推出了农业改革法案 他的出发点是好 但我建议 他先别出发 这三个法案呢 主要内容就是 让市场自由决定 农产品的价格 还允许企业自由储备农产品 好家伙 一旦市场没有了政府的敢预 那商人联合起来 雅价是板仓钉钉的事 农民和商人之间 一丁点优势都不会有 期货可居原意 值得办 二道贩子想控制都控制不住 他这法案一下子 把二道贩子都给合法化了 本来疫情影响生活就很 没想到莫迪的想法 比疫情还能控制 法案刚出台 旁着普邦的农民 先站了起来 联合哈利安纳巴的工会农民 发起了具得理的抗议活动 最后发动了数十万农民 浩浩荡荡向首都禁止 你把人民放在心上 人民就会把你高高举起 但是你把人民踩在脚下 那人民就会把你狠狠摔下 从拱至今的农民起义 这个路子都是相同的 到了2020年11月 也就是法案出台还没两月 印度越来越多的农民 开始加入到抗议队伍中 有共同敌人的时候 即使团体不同 也可以暂时量 许多不同种姓 不同宗教的农民 开始团结起来 把生存问题 扩展到了反抗莫迪 印度教政治化和公民权利问题 抗议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这么老些农民 天天就在大街上 集会游行搞抗议 地也不种了 田也不耕了 眼瞅着社会是要乱套了 莫迪也没找了 2021年11月19日 他在电视讲话中 正式宣布 废除农业改革法案 说自己是好心漫画事 吃力不讨好 还天天泪停呢 这么个发言 宝莱坞应该有 莫携带一席之地才对吧 挺会演的 力挺的是那些 远道而来 反对法案的农民才对吧 而且因为酷暑 严寒和新冠疫情 大概有750名 抗议者死亡 这长达一年的抗议 莫迪又损失了什么呢 一些无所谓的生育 还是说自己 苦心经营的英雄形象 真正促使 莫迪废除法案的 恐怕是农民们 手中的选票 手里有票 心里不慌 庞哲普邦和北方邦 是印度的农业和人口大省 真要得罪了这些人 地方大选 那不就没戏了吗 但是这个莫迪啊 嘴上说着废除法案 实际行动 空空如也 2022年8月15日 未来庆祝印度独立 75周年 莫迪在新德里 红宝广场宣布 要用25年的时间 把印度建设成发达国家 这场印度梦 还搁天上飘着呢 那边没几天 新德里又聚集起了 5000多个农民 最新一轮的农民抗议活动 又开始 之前莫迪就嘴上废除法案了 承诺的事是一个没干 目前这个印度农民的抗议活动 还是在持续中 对于农民的诉求 莫迪政府也是没有回应 一直在增兵维持制 这情况我瞅着是不对劲 印度这个国家 8亿多 将近9亿的人口都是农民 农业国家惹怒农民 这味儿 杂品它都不对 就这浪遭的 也不知道莫迪政府 要怎么妥占处理 这个事呢 咱们也在持续管住 有啥新消息 就给大伙儿唠唠 行了 快乐时光 那什么人家喜悦 的话能给个点赞收藏 关注的话 咱们下期工作单一 再见